科西积分公式是负变函数里面的最核心的内容 它和它的一系列的推论组成了我们负变函数里面的最主要的内容 那么什么是科西积分公式 我们把它叙述成一个定理 我们假如说函数FZ在B曲线 应该是简单B曲线 简单B曲线C类是解析或者是正子 在C上是连续 我们Z0为C的内部的一点 那么就有FZ0它的值可以看成是一个积分 2πI分之1在C上的积分FZ除以Z-Z0DZ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FZ本身是在这个B曲线上 是连续在B曲线内部是解析 但是在里面有一点 我们把函数除以Z件Z0以后 那么贝析函数 它就在这个B曲线的内部 它就不是解析的了 它有一个起点 或者我们最更常见的是这种情形 C上的积分FZ除以Z-Z0DZ 它是等于2πI分之1FZ0 因为我们通常所见到的 是求一个积分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科系积分定理 而其科系积分公式 我们会发现它是在F0 在Z0处的值 再乘上一个2πI 我们要记得这个F是我们分母的部分 分子的部分 除以的是Z-Z0 那么我们在求积分的时候 Z-Z0这部分 我们要把它要忽略掉 这是科系积分公式 我们看一下它的证明 它的证明不是泰兰 基本上的思想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贝极函数不是 除了Z0这一点以外 它都应该是解析的嘛 那我们就把Z0这一点 把它抠掉把它挖掉 挖掉以后 我们剩下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负联通区域 负联通区域上的积分 它是为0的 那我们可以看 因为FZ 它是在C类是解析 所以它也是 它应该是连续的 在C类 连续 那既然是连续 那我们对任何的 Epsilon大于0 我们存在 Delta 大于0 使得 Z-Z0 它的距离小于 Delta的时候 FZ-FZ0 它们的距离 它们的距离值小于 Epsilon 那我们就在这里 好 我们要说 这是我们的C 这是Z0 好 那 这是一个 以 这个 原是 半径是 为Data Data 我们 在这里面 我们在 在 在小于Delta 以 Z0为原心 小于Delta 我们假如说 这个半径 视为 视为R 我们画这样的一个圆 我们 去 Data 去R 它是大于0 小于Delta 我们做圆 Z-Z0 好 这个 小于 等于Delta 那等于R 好 我们 然后在 这个 根据 负联通 区域上的积分定理 好 我们把这个记作 C R 做圆 我们把这记作 C R 好 负联通 区域上 的积分定理 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 这个 这个 C 上的积分 F Z 除以 Z-Z0 DZ 再加上一个在 C R 的负 向上的积分 F Z 除以 Z-Z0 DZ 这是等于0的 这个是 我们在讲 负联通 区域上的积分定理的时候 我们讲过了 我们看 在剩下的 这 这个样的负联通 区域上 它的积分是为0 它的 它的积分是为0的 但是它的边界 这个负联通的边界是 C是正向 然后 我们 过去 C R 它就是负向 因为我们要求 我们 积分的区域在我们的 左手边 所以 里面的这个边界 它的方向是 顺势正方向 那既然是 C R 上是 负向上的积分 C 上的是正向上的积分 加起来等于0 也就是说 结果就是 C 上的积分 是等于C R上的积分 好 C R上正向的积分 好 那我们就已经变成了在一个小圆上的积分 那我们来看 C R上的积分 到底等于多少 C R上的积分 F Z 除以 Z 减 Z0 DZ 我们通过加一项 减一项 这C R上的积分 变成F Z 我们减去F Z0 再加上一个F Z0 然后除以 Z 减Z0 DZ 好 然后我们把它分成两项 我们 先是这个 C R F Z0 除以 Z 减Z0 然后 DZ 再加上 这是 C R上的积分 这是 F Z 减去 F Z0 好 除以 Z减 Z0 然后 DZ 我们看第一项 F Z0 是常数 所以我们 把它写在外面来 好 C R上的积分 Z 减 Z0 好 DZ 再加上 这是 C R上的积分 F Z 减去 F Z0 这是 Z 减 Z0 DZ 好 第一项的积分 是 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直接算 用 Z Z0 在 C R上 它是 它是 C R 是 这个 所以 我们利用极坐标 也就是说 Z减 Z0 是等于 R E I θ 所以 DZ 是等于 I R E I θ D θ 我们通过这个变换 通过这个极坐飞的方式变成F Z0 好 那么 它是圆 所以 θ是从0到2π DZ就是 I R E I θ D θ 然后 Z减 Z0 是 R E I θ 所以就变成 I D θ 后面这一部分我们照写 那么前面部分就变成Dθ I Dθ I又可以写到外面来Dθ0到2π积分 那么就是2π 所以是2π 后面这一部分我们先把它照写下来FZ减去FZ0除以Z减Z0DZ 那我们发现这个科系积分公式我们会发现已经出现了这一部分 C上的积分本身是等于这个那么也就是说后面这个后面这一部分的积分 应该是趋近于0的这一部分应该趋近于0 那我们来证明这一个事实 在CR上的积分FZ减去FZ0除以Z减Z0DZ 好我们取这个绝对值或者是取磨场 积分的绝对值等于小于绝对值的积分 CR 那么这是FZ减去FZ0 这取绝对值 这是Z减Z0 我们再取绝对值 取了绝对值以后它的积分是10函数 10函数 所以DZ会变成我们以前的例如说我们写成Dc 或者DT 那我们FZ 因为在CR上 R有小于Delta 所以FZ减FZ0是小于Epsilon的 而Z减Z0的绝对值是小于Epsilon 而Z减Z0的绝对值是等于R 所以这个结果是小于FZ减FZ0小于Epsilon 而Z减Z0的磨场是R 然后在这个积分 然后在这个积分 如果我们再用Z减Z0等于R1的I Theta的话 那么Theta就是从0到2π 好 0到2π 好 D Theta 所以这个是 我看一下 Z减Z0 我看一下 DZ 我们这应该是直接写成DZ的长度好了 那么DZ就是等于R D Theta 所以这个是等于RπEpsilon 我们最好是把这些 这里是加绝对值就好了 前面我们在讲积分 在讲积分的性质的时候 有这一部分 好 那我们令Epsilon趋近0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C R上的积分FZ 减去FZ0 除以Z 减Z0 这是DZ 这是趋近于0 那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就是 在C上的积分FZ 除以Z减Z0 DZ 这是等于RπI FZ0 这是我们科系积分公式 但是我们要 尤其要注意的一点 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Z0一定是在C的内部 如果不在C的内部 那么就不存在这个 这个积分公式是不成立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力气 我们看怎么用 当然它不会 通常是 不会给你说FZ是什么 也要你自己去 要你自己去分辨出来 我们先去看 求积分 我们在Z 在Z 在这样的圆上 Z 等于2 好 稍等 算 啊 嗨 嗨 嗨 谢谢 我们求积分 我们求积分 Z等于2 这个圆上的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 我们上面是EZ 下面是Z-1DZ 我们求积分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 我们要看哪些点是在区域的内部 而且是使得它是有起点的 那我们先画出来 Z等于2 那它是 它是这样的一个圆 那么这是2 这是-2 这是2I 这是-2I 这是-2I 但是分母是Z-1 所以是 这个是E 所以它在内部是这样的一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 Z等于2 E的Z 除以Z-1DZ 所以它就 那我们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FZ 就是等于E的Z 所以这个是等于2πI E的1次方 所以是等于2πI 好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些时候 稍微麻烦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积分 求积分 是等于2 还是Z等于2 我们是Z DZ 那么9-Z的平方 乘以Z加上I DZ 我们要注意起点 就是函数不刻刀的点 或者说是在曲线的内部 我们有哪些点是不刻刀的点 这个我们要分出来 那我们看 还是Z等于2的话 现在画大一点 这是2I 这是-2I 这是-2I 这是-2 这是-2 那么Z Z加I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让分母等于0的话 我们会发现有哪几个点呢 因为这是不刻刀的点 那么Z加I 等于0 也就是说Z等于-I 所以-I 这个点是在里面的 9-Z的平方 就是9-Z 9加Z 所以它是等于-3和3 那么这两个点 在这个曲线C的外面 所以这两个点 我们可以不管 z等于2 那么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呢 我们会变成 z除以9-Z的平方 我们把这个整个的放到分母 放到分子 然后DZ 这多了个DZ 那这是Z加上I 所以这时候Z0是等于-I 而FZ 是等于Z 是等于Z 除以9-Z的平方 在科西积分公式里面是这样子 所以它等于什么呢 2πI 然后是-I 9-I的平方 好 2πI -I的平方 是-1 所以9加1 那么这个I 乘上这-I 是等于1 所以是2π 除以10 所以是等于5分之π 这是科西积分公式的直接应用 那么我们看一下 呃 如果是有内部有多个起点的情形 那我们可以在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在每一个起点都计算 什么意思呢 那例如说 这是一个 我们就有两个起点 如果两个起点的情形 我们可以这样子画一个 这样子画一个 那么剩下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 这个证明细节我就不写了 那么剩下的部分 那么就是复联通区域 复联通区域 我们可以看 这个复联通区域上的积分 例如说我们说C 上的积分 我们把这个叫做GZ吧 DZ 那我们可以看 它就是等于 它就是等于 例如说这是C1 这是C2 就变成C1上的积分 GZ DZ 加上C2上面的积分 GZ DZ 那么在每一个 在C1和C2上分别 C2上分别应用 这个科学基本定理 我们 用实际立体来说明 可能比较好一点 因为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 这没有写 我们 例如说 好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这是F1 Z 那么 Z-Z1 DZ 加上 这是 F2 Z Z-Z2 然后DZ 那么 这是C 这都变成在C上积分 那么这个是Z1 这个点是Z2 但是F 原本是GZ 那么可能在每个点上 它的表达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 有多个起点的情形 那例如说 我们求积分 好 这是C 这是DZ 这是Z的平方加1 和Z的平方加上4 其中 C 为两种情况 那么第一个是 圆 第二个是 我们还是圆 等于这个 等于3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发现分母为0的时候 有 有四个点 我们看Z平方加1 和Z平方加4 等于0 等于0 我们看Z平方加1 等于0 那么就是 Z的平方 是等于-1 所以Z等于 正负i Z平方加4 就是正负2i 那我们看 第一种情况 Z 的磨场等于2分之3 那么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 Z的磨场等于2分之3 那么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 Z的磨场等于2分之3 那我们看正负i 在哪里呢 这是i 这是负i 所以 但是我们看正负2i 在哪里呢 正负2i 就在这儿 这是2i 这是负2i 所以在第一种情况 好 我们的C Dz 这是Z的平方加1 和Z的平方加4 我们要怎么分呢 我们就把它分解成 好 先是C 这是Dz 好 Z加i Z-i 好 Z的平方加4 那么就分解成两部分 那么Z加i和Z-i 在Z 在等于负i的这部分 我们可以看成是 这是 我们要怎么写啊 写成 首先是2pi i 那么Z等于负i的部分 那么FZ是这一部分 那么就是 Z-i Z-i 这是Z的平方加4分之1 当Z等于负i的时候 等于负i 这部分等于0 这个相当于Z加Z0 那么再加上2pi i 好 Z等于正i的部分 那么FZ就是 这一项乘上这一项 就是Z加上i 这是Z的平方加4分之1 当Z等于i的时候 就是分别去计算 就是分别去计算 好 如果你记不清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可以写成这是C 这可以写成 Z-i 先说Z加i小于Delta 这是 那么这是Z加上i 这是Z-i 乘上Z的平方加4分之1 好 DZ 那么这个就是Z-Z0了 上面就是这个FZ Z 那么再加上 这是Z-i 小于Delta 这个Delta很小 那么这是Z-i 因为这个 这是Z-Z0 因为它在 在这个原类是 Z Z等于i 在这个原类 i是一个起点 那么FZ就是Z加上i 这是Z的平方加4分之1 DZ 分母的部分 这是FZ 这是我们可以看出F2Z 这是F1Z 这种方式来算 那么我们刚才在前面 这已经算出来 等于这两项相加 好 2πi 2πi 那么前面这项带F-i进去 F-i进去 这是F-1 那么这是3 这是F-1 所以是乘上一个F-3分之1 F-i F-6i 这是-2i 这是3 F-6i分之1 再加上2πi 那么这带i进去 那么再乘上6i分之1 所以这结构是等于0 这个结果是等于1 后面这一项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 如果是那么Z等于3 那么就有4项 这里有2项 这里还有2项 那这里我再去 不再去解释了 也就是多两项 在我们 在我们第一部分的情况下 多两项 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一下 Z等于3的话 那么我们就变成 这个 C F C 这个是DZ 这是Z的平方加1 Z的平方加4 那么我们可以 看成这是2πi 我们刚才是 Z 加上I 这是Z的平方加4分之1 这是Z等于I 这两个加起来是等于0 再加上2πi 那么这是Z的平方加1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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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也是一样的 所以结果还是等于另 这是我们科系积分公式 如果有几个起点的话 我们把每个起点分别 把它用科系积分公式来算 把它最后把它加起来就行了